日本針對俄羅斯國酒有追行動作 日本下令從19號開始禁止進口 俄羅斯的福特加 木材 機械 以及酒類等38種商品 這是日本首度對俄羅斯 採取禁止進口的製裁措施 不過對於已經簽約的交易 將開放三個月的緩衝期 日本去年進口的俄羅斯產品 總額高達1.5兆日元 等同3536億台幣 這波新增的製裁項目 約占俄羅斯對日本出口總額的1.1% 還有將縱結資產的俄羅斯名單增加398人 除了俄羅斯下議院議員 軍方關係人士 還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兩名女兒 以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妻子 甚至連俄羅斯最大銀行和第四大銀行 都全部凍結 各國紛紛與俄羅斯斷絕關係 芬蘭電信設備製造商諾基亞 也計劃推出俄羅斯市場 但這項決定將直接衝擊2000名員工的生計 今週文章成員 潘彥廷報道 在此為止, 潘彥廷報道 在此為止, 潘彥廷報道